观众朋友们 新年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2013年1月6号 温宜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台湾马英九总统在2013年元旦发表的 新年贺词中 呼吁中国大陆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 在巩固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持续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全面扩大与深化两岸交流 今晚海峡论坛除了解读两岸领导人的新年贺词 也要针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来做一番回顾与展望 今晚和我一块组织讨论的是 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新年快乐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天是海峡论坛 我们迈入2013年的第一次的节目 所以我们要针对去年的 2012年一整年的两岸关系 来做一个回顾 还有同时要展望未来的两岸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 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 那么在台北我们所请到的是 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的教授 蔡伟蔡教授 那么蔡教授对于两岸关系 影响了非常深入的剖析 与研究 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再度的请到蔡伟教授 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蔡教授在两岸关系研究上的心得 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东宁好 那么继续请东宁 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 欢迎蔡伟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刘平先生欢迎您 东宁您好 在台北的博弈蔡教授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两位来宾提问题 或者是谈一谈 您对2012年 哪一件两岸大事特别有感触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下面我正式进入今天的现场讨论了 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先生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12月31号发表了 他的2013年新年贺词 在这篇近千字的贺词当中 其实谈到两岸关系的部分非常精简 只有大约三十几个字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希望将继续推动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 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只从这三十几个字看来 好像没什么可谈的 不过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四年前 马英九刚当选的那一年 08年的最后一天 也是12月31号 胡主席也是发表了新年贺词 当时大家都还记得那一年被称为胡六点 因为他提出了六点中共对台的政策方针 我们来回顾一下 当时这个著名的胡六点的第一点 是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第二点是推进经济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点是弘扬中华文化 加强精神纽带 第四点是加强人员的往来 扩大各界交流 第五点是维护国家主权协商设外事务 还有最后一点是结束敌对状态 达成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稍后可以再谈 不过从这个四年前 马英九刚大选到现在迈入了2013年 两岸领导人谈两岸关系 在新年贺词中好像似乎话越来越少 这个不想是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还是说此时无声甚有声呢 刘大哥你的看法 如果他真要表达什么样具体的看法 或者是意见 或者是您开头讲的 要回顾要展望 还是有很多话可以说的 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的重点 恐怕两岸关系是稳 这个是他最大的要求 那么他更大的重点 放在他内部的问题 你就看这几天吧 国际上的媒体的报道 让中国大陆统治的基础 出现了很大的冲击 一桩又一桩 金额越来越大的贪毒案件 扯出来的领导人的 高层的 一代又一代的 这个红二代官二代 也就是辅二代 这个对他的统治是构成很大的挑战 所以他很大的重心要摆在内部 这个不致贪腐就要亡党亡国了 恐怕是远远超过 他现在对两岸的关系的关注 好的 谢谢刘大哥 稍后我们再来解读 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些改革的措施 不过我想请教 在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就这个新年贺词的部分来请教您了 那马英九他在元旦注词中提到说 他直接是呼吁 他用直接喊他的名字 呼吁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在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不过随后习近平在新年茶会上讲的 却只有谈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 那么台湾在野党就有批评说 这个习近平好像这个没有 附和我们马总统的一些讲话 也没有看到九二共识这个模糊的弹性 只有一中跟统一这样强硬的一个底线 不晓得您在台北是怎么解读 这两位的新年贺词呢 蔡教授 前几天我们在台北也有一些会议 我们也接受了一些访问 当然我们不好意思讲说 是两个人讲话都了无心意 但是看起来就像您刚才讲的 这个习近平的讲话跟这个胡锦涛 那四年前的讲话 好像是天差地别 那马总统呢 也讲了就是四平八稳 也没有太多的具体的能够 当然他要做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马总统也只是讲说 是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都是炎黄子孙 他也话讲到这里 那习近平还真更绝了 他只讲说这个 这什么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又回到了他最早的 这种基本政策 所以我看起来 就是怎么讲呢 从马总统的角度来说 当然内政确实都非常的纷扰 那他也要把大部分的心力放在 处理内部的事情上 那1月13号台北又有这个火大游行 这个风火 不叫风火外交 不叫风火什么东西了 遍地风火 这个所以马总统大概 你看他这个谈话里面 也是把主要重点放在 台湾内部的政治问题 内部的经济问题 所以这个O'Neill讲的那句话是没有错的 All politics is local 对不对 都是国内政治的问题 好 那你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 习近平 你如果抱着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来看 坦白讲 他刚刚接总书记的位置 他这个国家主席还没有接 在这种节骨眼上 你要他能够有大开大合的一些见解 说出一些新的东西 大概也有点强人所然 所以他就回到他的基本政策 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这个四评八文也不会出错 对不对 但是感觉上 就是说双方面的领导人 在谈话方面都 如果我们抱着一个春秋责备贤者 秋贤责备的这个角度来说 总是期望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让大家能够表达出一些善意 表达出一些诚意 比如说 在去年11月 中共十八大的时候 胡锦涛在政治报告里面 就谈了很多的东西 那有一些人就在想说 台北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那会不会马总统就在 趁着元旦讲话 我们以前用的字眼更严肃了 他叫元旦文告 在这种场合 讲出一些具体的 打算做些什么东西 但是马总统这次讲的 想要做的 能够做的 大概我们也都知道了 就是比如说 在这个修改法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 这个对于陆生陆配 对一些歧视性待遇 这个要处理的 那另外就是 两岸两会 护士办事处 这个他也讲了 但除此而外 会不会 有些人有更高的期望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那同样的习近平 中国大陆方面 似乎也 没有提出特别的 那有些人就是说 这个 中共十八大以后 新的领导班子 会不会在政治 谈判上 给台湾更多的压力 就目前看起来 台北好像没有这个 意图要去进入这一块 那中国大陆 好像也没有特别提这一块 也没有给我们 太大的压力 所以 目前 大家就尽管起变吧 好的 非常谢谢 蔡美教授 非常深入的分析 台湾这两位 两岸领导人的新年贺词 回到华盛顿现场 想请刘大哥 带我们回顾一下 2012年的两岸大事 当然这一年 两岸都经历了 政治的变动跟纷扰 当然第一件大事 就是马英九当选连任了 2012年的1月份 您认为 这是不是呼应前面讲的 马英九的连任当选 为两岸关系 接下来这一年 奠定了一个稳的基础呢 好的 你看马英九谈话里面 提到的这个两岸 都是眼黄子孙 中华民族 如果当选的不是马英九的话 保证没有这个话 那么同样道理 这个蔡教授刚才讲 这个从一个这个求权责备 我们希望 对领导人能够多讲一些话 那可是换一个角度 如果马英九没有当选的话 那话可能真的很多 那保证不是对岸喜欢听的 那恐怕这个变数就很多了 所以马英九当选连任 无疑的是为两岸关系的 稳定和发展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铺陈 那么你要想回顾这个 过去就是这一年里面的大事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常常这个换其他国家 也是这样子 人存正举人亡正习 那么所以要看中国大陆这边 习近平这个成为新的总书记 然后再过两个多月 要成为国家主席 当然对于这个 带领整个国家的发展 或者是两岸关系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的谢谢刘大哥 那么也想请教 在台北蔡教授说 当然第二件大事呢 去年发生的就是这个 谢长廷 台湾在野党的领导人 那个谢长廷的访问大陆 登陆我们讲破冰之旅 不想您去看这件事情呢 对两岸关系 接下来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蔡教授 我觉得可能有限 而且据我们所知道 在今年三四月之前 谢长廷可能还要再去 中国大陆一次 所以据说了 有一种讲法就是说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肯接 这个民进党叫做 中国事务委员会 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那当然我们如果从一个 比较善意正面的角度看 我觉得可能 因为谢长廷的观点 显然是跟苏贞昌 跟民进党的这个主流 或者是声率的这部分 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谢长廷提过这个一国两世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那他提过这个宪法共识 那跟这个苏贞昌 他们主张的这个台湾共识 显然是有一些区别了 那如果说从一个 渐变到直变 就是由量变到直变 这是一个渐变 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这个善意的正面的角度来看 这个可能是把民进党带向一个比较中道理性 一个平稳的一条道路上 当然他们内部还是有一些问题 这个不是我们关切的重点 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如果用共产党的术语来说 它就叫做这个不要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要看事物的本质 那如果看事物的本质的话 那谢长廷先生的那些主张 到底意味着什么 透过这次 不是互访了 他访问中国大陆 似乎也没有进一步的得到澄清 那民进党内部的基本 用基本教育派这个字眼 是不是很正确了 就是比较强烈的 主张分离主义的这一批人 他们还是坚持这个所谓 台独决议文 台独党纲 这个正常国家决议文 还有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如果他们在这个三个重要的 这个党的政纲 这部分没有调整的话 那谢长廷的这次访问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坦白的讲 也有进一步思辨讨论的空间 所以我个人不会就单一的事情 做一个判断 当然我是比较希望站在一个 比较理性善意的角度 这可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 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毕竟即使是民进党 要调整他的政策 可能也要有一段过程 好的谢谢蔡伟教授 当然2012年还有很多的两岸大事 不但大家关注 也会影响到2013年的 这个两岸关系发展 马上把时间交给台湾的主持人 叶博 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的话题 向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 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由我来 请教两位来宾问题 首先先请教蔡伟教授 就是去年在大陆 我们最瞩目就应该是 18大的这个习近平接班了 那从这个习近平正式接 这个中共总书记到现在 您怎么看他目前的这个表现 然后您怎么看他未来的 这样的一个就是施政的展望 您评估一下 就一些跟他共识过 那跟我们互动的一些学者专家 还有一些台商的一般的看法 就是习近平还是相当理性 务实这个就是pragmatic 这个使用主义的一个人 那他是有一些理想 是有一些抱负 他想要做一些事情 那甚至有朋友讲说是 希望从更高的战略格局 来看待习近平的主政 看待两岸关系 希望能够在他任内 两岸关系可以有一个什么新的发展 当然这是一部分的讲法 但是就很客观现实来说 习近平他各方面的历练 应当是相当的充分 而且他人和是做得不错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每次他们内部的这种 所谓的假投票或者是选举 他通常都能够胜出 所以我们甚至于知道 这个胡锦涛真正喜欢的人 不是属意的人 他才不见得是习近平 但是每次他们内部 在讨论在票选的时候 那习近平都能够脱颖而出 那习近平就执政的 这个我们不需要用太多的学理 就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又回到我前面讲的 所有的他都在考虑内部 他内部的问题 刚才刘萍 刘萍我常常看你写的文章 刘萍刘先生特别提到的 就是这个贪腐的问题 这个他立刻要处理 他自己 还有这个就是 沿海和内地 对不对 沉降的差距 贫富悬殊的问题 各个面向 包括党政问题 包括农业问题 包括他跟军方之间的 这些问题 他其实牵头外去 他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我现在还没有谈到外交方面 在外交这一部分 那个够他受的 比如说他跟美国 跟其他大国 大国外交要怎么处理 他这个牧林友好政策 尤其是在东海南海这些 所以其实对他来说 问题是非常的复杂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 就来处理所谓的两岸问题 而且事实上 在从18大的讨论 政治报告就可以确定 中共是肯定胡锦涛 这些年来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 和平发展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路线 基本上是会延续下去 那习近平会把他重要的精力 先放在把内部问题组理好 把他权力能够完全的巩固 然后过个两三年 说不定他会走出自己的政策来 但是问题是死不我语 2014我们内部要进行五度的选举 然后2016我们还有总统大选 那这个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讲的window opportunity 这种机会之创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是好的 谢谢蔡伟蔡教授 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华府 请教刘平先生 另外一个两岸的大事呢 就是在去年呢 大陆跟日本方面呢 因为这个钓鱼台的事情呢 闹得这个沸沸扬扬 这个事情到现在还继续在延绍当中 事实上 马英九总统他之前呢 在代表中华民国的时候 也是到了彭嘉宇去表示了 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拥有钓鱼台主权的这个立场 那么就这个钓鱼台这个问题 事实上美中日台四方都牵涉在这其中 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钓鱼台问题 今年还会继续发展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呢 好的 这一件事情 台湾的角色很难拿捏 所以很难拿捏呢 就是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和日本的关系 和美国的关系 博弈刚才讲的四方牵扯在其中 究竟怎么看待 最后我就想到 这个中间加一句话 我们蔡教授 我常常在美国的媒体上 看到他们访问蔡教授 蔡教授要真的是能者多老 要继续的让大家了解这个 这个实际的和全盘的状况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台湾在这个保钓这件事 在美国社会里边 对台湾很多是 很多所谓的专家是不了解的 就在差不多三个礼拜前吧 美国这边还有一个专家 在一个研讨会上讲 他说台湾为什么要跟这个 梵蒂基他意思就是说 钓鱼台是中日之间的争议 台湾为什么缴获进去 他就不知道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我想蔡教授一听就懂 这显然他不是很真正的了解 两岸的关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保钓这件事情的影响 一时之间是让一些美国人 这个认识到原来台湾 在保钓这个事情上是有立场的 而且这个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是法律上是有非常坚实的依据的 这个事情当然是好事 可是呢 马总统所提出的东海倡议 在美国 在美国政府到现在 完全是没有任何正面回应 因为按照这个马总统的 东海和平倡议的话 那等于是美日在这个世界上 有所退却了 所以呢 美国是不接受这个看法的 当然了 台湾提的这个倡议呢 就这个国际上的认可来讲 台湾是言之成礼的 只是在国际现实中间 它未必能够发挥 台湾所期待的作用 是好的 谢谢刘平先生 那么蔡教授有一些补充的地方 其实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好玩 那当然我们总统讲的视频八文 就是和平 东海和平倡议 这个是为所单位 严所当言 这个确实 但是在国际社会上 事实上因为 他们未必把中华民国 当成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将来要采取国际诉讼 这些东西 我们可能都被国际法庭认为 我们是不适格的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在 钓鱼台是中华民国 所辖的宜兰县的管辖权范围 那中国大陆 它的理由就是因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它就是按着这个法理就绕过来了 所以它后来就把这个钓鱼台 它放在它的连海极限里面 那我们到现在为止 对中共的这个飞机跑来跑去 船舰跑来跑去 连海极限我们从来没有一句抗议 那日本觉得是 中国大陆在闹事 那中国大陆觉得是日本在闹事 那我们台湾也觉得是日本 你把这个事情拿出来的 那当然我们有时候跟外国的相关的国家 代表在谈事情的时候就很好玩 日本现在要跟我们谈鱼权 那它其实它的目的 它不是要跟你谈出结果来 它只是要破坏 我们跟中国大陆合作的可能 因为两岸如果一核 联手 当然两岸联手就问题就很多 美国就怕死了 日本也有顾忌 那日本要跟我们谈鱼业谈判 那鱼业谈判 那中国大陆也会顾忌 中国大陆怕你谈的鱼权丢了主权 那我们当然我们的立场是 我们的鱼权是跟着主权来的 所以知道细节的人 当然我不能说我都知道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曾经了解一部分 我们在讨论会的时候会谈到这些东西 就发现相关的国家都是非常谨慎 就像我上次也讲的 美国不可能为了钓鱼台 帮日本跟中国打仗 那台湾也打不起这场仗 那中国大陆也没有意思真的要打仗 那我们有时候就跟美国人开玩笑 就是说你抱回去的东西 就不要叫国务院用 因为日本的用语叫 坚克群岛 它的英文名字叫 那大陆叫钓鱼岛 我们叫钓鱼台 我们就跟美方讲说 你回去跟国务院讲讲 所以以后用词不可以用 你说如果对我们比较友善 就用钓鱼台或钓鱼岛 或者是如果你要表示真的中立 你就 或者是钓鱼岛 所以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蹊跷 那大家都在追求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站在我们的立场来说 我觉得总统讲的是对的 第一个东海和平倡议 那主要就是要隔职争 要共同开发 那主权归我 这个没什么好商量的 对不对不管是站在我们或站在中国大陆 那另外就是两岸确实是不能够合作 你只要一合作 那当然就让相关的国家更紧张 但是当然也有人讲就是说 总统似乎不要讲说是 我们绝对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不跟谁合作 就是让大家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当然这个是属于政治判断的问题了 我还记得如果东宁很年轻一点点 刘平应该知道 当年我们在退出联合国之前 我记得 那是周初凯做大使 做外交部长 那时候我们局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那在那个时候周初凯曾经讲过 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不惜跟魔鬼打交道 哇这个事情一讲出来以后 闹得沸沸扬扬 相关国家都非常紧张 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因为那时候苏联的船 有曾经经过过台北 经过我们这个海域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大家都是在追求 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我们怎么样子 一方面保障我的国家利益 一方面有更高的战略高度 来看待整个民主未来发展 但是就是说 跟中国大陆合作 确实是 可能是支持一分 可能会 事情没有解决 增加更多的困扰 好的 谢谢蔡教授 也谢谢刘平先生的这个分析 那么继续把时间再交给宗宁 好的 在我们接听海峡两岸听众 观众朋友们来电 跟我们也分享 您认为2012最重要的大事之前 我想在很快请教 华盛顿现场的刘平先生 也是一个多月前 11月底2012年发生的 一件另外一件两岸大事 也跟我们提到 刚刚的钓鱼岛的主权争议 有一些关系 就是这个中国新版护照的风波 中国在它硬性硬制的这个护照当中 把中国固有疆域的地图 包括了整个南中国海 甚至还在这个中国 著名风景区的图片当中 印制了台湾的观光圣地 日月潭跟清水断崖 那么这件事呢 台湾的陆委会是说 是伤害了两岸互信 以及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那中国国台办者表示说呢 这个大陆的对台政策没有变化 希望双方共同珍惜两岸关系 已经取得了进展跟成果 有人认为说这是小事一桩 不会影响两岸关系 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触碰两岸最核心的 这个主权部分的这个争议 其实是伤害了两岸的互信 刘萍先生你怎么看 好的 这事情其实就是东宁讲的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待 蓝影里面也有人 反对中方的做法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就很难办了 因为很多事情 真的是可以保留一个模糊的空间 这模糊的空间 套用这个蔡教授刚才一句话 就是战略高度 在台湾也唱长城谣 不少现在部队里还唱不唱 我爱中华 这个中华不只是指的这个国家 更包含的这个民族文化 它的这个共同所享有的历史 所以当然中国大陆 可以在这个事情上 有更大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 也许可以做得更审慎一点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认为 它这件事情上 就一定是有什么 刻意来破坏两岸关系 相对的就是说 台湾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也是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有的时候 这个我总觉得 也许我们在海外看的 不如这个蔡教授 或者博弈在台北看的 更贴切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 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些事情其实不必 这个样子的 一定是 好像永远是跟着绿营 在那个地方起舞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 好的 非常谢谢刘平先生 那我想马上听听两岸 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 听众观众 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 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 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要就两岸关系的发展 来做一番回顾与展望 点播出现场的嘉宾 一位是中国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一位是台湾文化大学中山研究所的 蔡伟蔡教授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 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问 或是跟我们分享 您认为2012年最重要的 两岸大师是哪一件 对接下来两岸关系发展 有哪一个最有影响力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 先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台北的陈先生您好 大家好 首先回顾去年一年 就如同两边来并讲的 基本上是个 中共的对台政策是个走稳的方向 至于说习近平也从如大家讲的 他现在内部的问题就一大堆的 所以对台政策的继续 架快步伐 发展恐怕也不是他的最优先的考量 但是回过去年一年就是 所有两岸之间的问题 除了一个是旅游方面 旅游方面表明是好像人 人也很多增加不少 但是说好像也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也陆续出来了 搞不好香港的前车之间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情况 这是观察点 谢谢台北的陈先生 不好意思打断你 我们今天听众观众挺多 请大家今天稍微简短一些发言 那你切到旅游部分稍后面来做一番展望 下一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首先说对于2012年来说 肯定有点复杂 首先来说中国的中国军事科技 2014年得到了长途的发展 经济体验是全世界最好的 虽然外交正常有所有点麻烦 虽然这是成长的犯罪 最主要的问题 在钓鱼岛问题上 主要解放军想占领钓鱼岛 日本是好 没有办法 当然了 日本也不敢跟中国打仗 虽然日本有美国的核保互产 但是美国绝对不可能 为了日本跟中国打一场核战争 或怎么样 但中国也不想在目前这场情况 我们也不想发生什么大战争 因为毕竟从综合国力来讲 日本根本不配作为中国的 大力竞争对手 当然我们有更大的追求 首先就是美国 对于台湾问题来说 谢谢 聊您的 王先生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下一位我们接听台北谢先生您的电话 台北的谢先生您好 请讲 喂 喂 请说 喂 好 谢谢 我想那个路客来台 大部分是港子旅行社所接待 台湾旅行社能不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积极的角色 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 或有哪些建议 因为钓鱼台有很多的岛屿 中日台能不能分一分 各拥有一两个小岛的主权 然后共同开发海底的资源 好不好 说可行 好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台北的谢先生 山东的孔先生是下一位 孔先生请讲 你好 大家好 我认为啊 这个2012年的大事件呢 应该是华人的或者说世界的 应该是薄熙来和十八大的事件 中国的问题和台湾的问题一样 就是走民主道路 还是走苏联道路的问题 蒋经国当年放弃独裁体制 它是有压力的 习近平也需要压力 希望所有的华人 或者是外国人 为了摆脱丑陋的中国人的这种名声 大家都要讲实话 再等上三个月 两会之后 再看习总的政绩 当然这两个月也要慢慢前行 比如说南方暴戏 北方炎黄春秋 这两个事件 谢谢 再见 好的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 我请还在线上的海峡 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耐心等待一下 稍后后半个小时 我们继续展望2013年两岸关系 不过我想先请两位来宾 非常简短地回应刚才第一轮 听众观众朋友们来点 然后稍后我们请博弈 带我们展望2013年的两岸关系 先请 刘大哥 好的 刚才听众朋友讲的 好几个人讲的一个印象 比方说大陆客到台湾 或者陆生到台湾旅游 给台湾留下的印象 但同时中国大陆 给世界的印象又是怎么样 这个其实说明了两岸关系 现在也是走在这样的 一个微妙的阶段 有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2012年有一件事情 不晓得你们注意到没有 那就是在伦敦奥运的时候 台湾的选手 中国大陆选手表现怎么样 台湾的关注已经不像过去了 也就是说会不会觉得 在心理上和大陆就更远了 这个东西 这个发展跟所谓的印象 有没有关系 这也其实是在美国的一些 民运人士 希望台湾不要和中国大陆 在目前这个阶段 在钓鱼岛上 钓鱼台身上联手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形象 如果它没有办法改变的话 那刚才听众朋友讲的 是不是能够走一个民主的道路 能够让世界对它 有更高度的尊重 能够让对台湾 对它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其实这是未来的发展 一个关键 好 谢谢有比特冰先生 那么请蔡伟蔡教授 非常简要的回应一下 刚才听众朋友们来电 我很简单 我接着刘平 刘先生的讲法 其实中共的形象 它虽然讲 木林 安林 富林 这个政策 跟相关的国家 签订这个什么 什么战略伙伴 什么友好伙伴 诸如此类东西 但是它在国际上的形象 确实还是有很大改善的空间 那中国大陆 它现在经济实力 确实是在成长 但是怎么样子 善用它的软实力 我们用一个最形象的讲法 就是这个有恶把有善把 那中国大陆 如果说是可以转变它这个形象 变成慈眉善目 多做一些这些东西 我相信可能对两岸关系 会有一些帮助 那那个比如说 对习近平要有一些压力 这个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怎么样子来做 那当然南方暴戏 延花春酒 我都知道了 那中国大陆在言论管制这一部分 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改善的空间 好的 谢谢蔡教授 时间来到9点37分 我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请博弈来接下来 带我们展望2013年的 两岸关系发展 博弈 好的 那么继续呢 我们要来看看2013年呢 大概我们会有哪些 这个重要的两岸的关系 继续的发展呢 刚刚在这个听众提到的 就是两岸持续的交流 那么很多听众也提到 这个两岸 是不是在这个旅游方面 以及未来 是不是在政治方面 在这个未来都有可能 有进一步的发展 是不是请两位来宾 为我们谈一下 两岸交流 目前的状况 还有未来的这个展望 是不是先请台北的蔡伟蔡教授 谢谢博弈 就目前看起来 马政府了 马政府大概要做能做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两岸两会 这个办事处 但是我们上次也谈过了 到底是两会还是两岸 办事处到底是多少人员 到底是多少分支机构 到底什么样的功能 这个两方面还有的磨呢 那第二个就是 对于陆生陆配 我们法规上一些 歧视性的待遇要做的 那其他的 那大概 当然有些期望马总统再多做一点 但是就目前的现况看起来 是有一些问题 那现在能够做的 大概就是ECFA 相关的部分 进一步去把它深化 把它落实下来 因为ECFA实际上 简单的部分做完了 那未来是比较困难的一部分 要做 那有关政治对话 政治谈判 这个军事互信 和平结议 这个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将来 大家不必有太高的期望呢 能够做的 大概就是目前这种东西 当然我们知道一些事情的人 可能还可以从旁协助 做出一些其他的 那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深化和巩固 因为总统也讲到了 要巩固要深化 那习近平也谈到的 去年这一年讨论的问题 很多都是围绕着 如何巩固如何深化 比如说马总统的第一任 叫做创造和平 那第二任就是巩固和平 那第一任是要拨乱反正 第二任就是要脱胎换骨 其实还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还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又回到我前面 跟各位报告的 因为2014马上就要选举 2016大选又要来了 而且总统目前的民意支持度 相对来说是比较偏低 然后民进党又要开始重返街头 进行示威游行抗议 当然这是他的旋律了 但是就目前看起来 总统发挥施展手脚的空间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心一点点 是好的 谢谢蔡伟蔡教授 那么继续回到华府 我们也想请教刘平先生 刚刚这个蔡教授为我们很全面的剖析了 这个两岸关系 未来可能的发展 刚刚我们从听众的这个电话里面 也听到就是对于这个陆克来台 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意见 或者一些疑虑 那蔡教授刚刚也提到 关于ECFA呢 未来也是要开始进入更艰难的一个阶段 同时两岸也可能在这个 进一步的这个交流方面 也走到了这个深水区 不知道您是怎么来看的 未来这个 今年这一年两岸关系的这个发展 好的 就在前几天 跟这个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几位朋友 聊了比较多一些 这几个人 他们有其中有一些人 在曾经在这个在朝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接任现在职务的时候 他们曾经到台湾访问过 一直跟台湾保持很密切的交流 他们也理解到 就是现在走到了这个所谓的深水区 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做 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 刚才蔡教授分析的其实已经很多了 我没有什么好增加的 就是现在恐怕 大家要保持多一点的耐心 这个所谓耐心就是说 对一些一时之间 一地的这些发生的事情 不要因此 就认为它会破坏全面的发展 你比方说有哪一个人 跑在这个营展上 就像我们这个 大陆那种做法 这种事情 大家要避免 但是如果不幸发生这种事情 不要认为它代表着政策 免得出现更多的误解 这是眼前恐怕大家心理上要有的准备 好的 谢谢两位来听的分析 那我们继续再把时间交给东宁 好的 我们继续来听 海峡两岸听证观众朋友们 您的意见 福建的庄先生您好 请讲 我说统一要是要跟中共统一还是跟中国统一 这个很清楚 我认为统一两方面制度不同 生活是不同 如果说统一大家一起都一样穷了 那就人人平等了 如果台湾到大陆来打工一个月 像我们福建的工资是最高的 那厂里面也是5000块钱的MN币 是不是 但是一样穷就统一 谢谢福建的庄先生 庄先生提到这个两岸统一 不过我们记得这个马总统说 在他任内看不到统一 所以2013年应该也不会看到 下一个我们再来接台湾的听众 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请讲 新年快乐 两岸2013年要做些什么事 我自己把它理定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普通人口水非常珍贵 要少一点 然后岸水对身心 对两岸的身心都有帮忙 应该多一点 至于领导人 我的要求是正德利用后生 然后最后两岸要统一的话 我是觉得啊 万为天地利心 为生灵利命 为往胜季节血 好的 谢谢台中姚先生 谢谢您 下一位是梁宁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请讲 范小姐好 嘉宾好 预祝范小姐和叶博益先生 新年快乐 我觉得2012年 我在我最关注的大事 就是台湾的蓝莹内部 出现了内讧 像宋楚瑜领导的亲民党 居然支持民进党 包括像郁慕明 明领导的新党 也碰批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 我不知道郁慕明先生和宋楚瑜先生 是不是真的很希望民进党 能冲进上台执政 我希望马英九先生 宋楚瑜先生和郁慕明先生 记住一句话 亲者痛仇者快 希望他们不要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另外我想问一个嘉宾的问题 就是2013年两岸的外游能不能有所突破 比如说像台湾能不能在北京或者上海 设立台湾的代表处 大陆也在台北设立大陆的代表处 主要是负责处理两岸的警茂 比如台上或者大陆的动作 好的 谢谢聊您的刘先生 非常用心的提出您认为两岸 在2012年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发展 还有提出你一个问题 稍后我们或许请两位来宾来 有时间回应您的问题跟您的评论 再一位是黑龙江的傅先生 傅先生您好 请讲 你们好 我发现嘉宾和鲁志总强调中华民国 我告诉你实话 我看见我敢说实话 中华民国只是狗言残喘 很短期的肯定会维持短期的存在 长久来看 中华民国不是捅就是毒 尝不了 我还想问问蔡教授 蔡教授已经强调过 说要跟中国大陆争正统 这个正统怎么争 你连中国人都不敢强人怎么争 好了 这些话 好的 谢谢黑龙江的傅先生 在位是新北市的黄先生 黄先生您好 请说 主持人好 来 您好 我认为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啊 是要有科学发展观的正能量 要实事求是 要与时俱进 要宏观调供 还要活学活用 今天中国大陆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在一国两制的精神上 两岸本来就是兄弟之邦 可以五十年不变 今天中国大陆对台湾要当作自己家里人看待 承认现状 亲善合作 则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那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证观众朋友来听 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 请教刘平先生 刚才这个辽宁的刘先生提到 他认为2012年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 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发展是 蓝颖的内讧 他提到亲民党跟新党 事实上不只是亲民党新党 连国民党内部都有一些匹马的声音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两岸关系可能发生的影响 好的 一开始这个蔡教授讲了一个字 春秋责备贤者 我想这个他不是在竞选的时候 当然冲楚瑜在竞选的时候 也来参了一咖 但是现在没有在选举的时候 所以不管是这个蓝颖的哪一位人士 这个时候所谓的匹马 甚至所谓的反马 他的目的 我们总是从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去 觉得他是希望 马总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做的 有更宏观的视野 能够有更广阔的格局 他们的目的期待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他与其称之为内讧 不如称之为这个 我一下想不到这些的字眼 总之就是他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马总统在政策上 能够做的更符合他们的期待 但是未必 应该没有那个意思 要把马总统拉下来 他们跟这个走上街头的那种游行 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的 好的 谢谢刘大哥 我想顺着这个话题起交在台北的 蔡伟蔡教授 如果我们要回顾2012年两岸的一些 关键字的话 当然方有提到深水区 九二共识 一国两区 我们还没有提到和平协议等等之外 还有一个字 就是Bumbler 这个马英九执政困境 这一年一直统照着他 实在是让他这个阴霾不去 怎么看他的执政困境 包括不只是在野党批评他 连他的那个国民党内的一些 同志也都批评他 这个对他接下来这一年两岸关系的 一些进展会有什么羁绊呢 你的看法 你还记得 我想台湾老百姓都已经忘了 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忘记 那大家去年都学到一个新的单字 就是这个叫笨拙 马总统当然有很多可以批评 值得检讨的地方 但是他的青年 他的教养 他的人品 他想要做事 这些当然大家都不需要肯定 但是除此而外 确实 不过我接着刚才 这个听众朋友问了一个事 其实跟这个话也有点关系 就是刚才黑龙江的那位傅先生 我特别想要跟他沟通一下 他就说 中华民国 我们到底要争什么 争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够争一个对错 争一个是非 争一个好坏 那我们在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我不知道我们这五十多年来 我们奋斗的是什么东西 那共产党当然他执政了这么多年 他的某些成就 我们必须肯定 但是他事实上对中华文明 也造成很大的强害 伤害 这个也是不可否认事实 所以真正了解 这个两岸实况 了解中华民国的人 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的两千三万人 其实也还是有个很大的公约书 有个共同的认同 就是中华民国 虽然民进党的朋友 一些不同的想法了 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 中国大陆 刚才前面有个朋友 我们到底是跟中共统一 或者中国统一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觉得问的也是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今天要真的 就是一个是非对错好坏 那我们相信我们苦心孤意 在台湾坚持了五六十年 我们对中国的未来 我们可以有很大的贡献 而且我们的软实力 我们人民的善良 我们的台商对中国大陆 即使中国大陆高层的官员 都已经不敢否认这个事实 而且我们相信 我们未来对中国大陆的 或者对中华文明 为什么习近平 为什么胡锦涛 都共同提到过 说两岸共同振兴中华文明 事实上我们保留了 很多中华文明里面 非常美好的元素 而且坦白的讲 我要跟各位朋友讲 中国大陆是属于13亿同胞 和2300万同胞共同的中国 这是我们对中国大陆 我们也有一份权利 我们也有一份责任 好的 谢谢蔡教授 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听众 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两句 发表你们的看法 对2013年两岸关系的一个展望 湖南的李先生请说 湖南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 请简短发言 我想台湾的民主与政势 想如果能够上大陆胎建 那是最好的了 如果是马云九 在这个时代 就是光为了国家的总益 这是我们一个 每一个华夏人民都乱议的 但是不能说 为了这个独裁的高压政策 不能这样 属于这个高压政策 但是如果是为了民主的统立 国家的统立 如果是参与民主 那就是共同的愿望 好的 谢谢湖南李先生 下一位是湖北的王先生 王先生请简短发言 好的 谢谢 我觉得说 大陆有一天民主以后 是吧 台湾人能跟大陆统一吗 我现在问那个蔡教授 你认为能统一吗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北王先生 好多人展望 未来两岸关系组都谈到统一 稍后不知道来宾 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 继续 陕西的吴先生 对不起 陕西的吴先生 请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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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讲 确实大陆有许多地方 确实是在这民主人权上面 需要大的改进 这样不合乎潮流 但是阿福的贵宾 他说的那个观点 就是说是海外人 是什么强烈反对 那个两岸联合保调 这个确实不可取 这是中华民主的大事情 好的 谢谢山西的吴先生 发表您的观点 再一位是台北的黄先生 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 如果是说 那个习近平先生 三位之后 如果真的要关心台湾 就请他先把那个台湾到大陆的 那个政治犯和新计犯 先肯送回来 这样台湾人民不敢 不敢会感受它 还会以后 态度还会 大陆的态度还会改变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台北的黄先生 再接一位山东的刘先生 刘先生请说 喂 你好 你好 我想我也比这个两岸 今年没什么大的简单 因为国家对于这个地图 大事还处理不完 他不可能 都是从你来去发展两岸关事 这个我想说 刚才那个 那个加点说 一个 不出有何呢 谁对马云竟 好像是想用那个 很切不成功是吧 好的 我们谢谢山东刘先生 发表您的观点 那相应很重 好的 那我想把时间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由他来做 这个最后一些提问 还有最后总结的时间 博弈 那么刚刚听众朋友 对于这个 我们台湾 就在 就是中华民国 两岸都有一些 两岸的听众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特别 湖北的王先生 对于如何统一 还是有一些意见 是不是 两位来宾很简短的 来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先行 台北的蔡教授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很长远的道路要走 法治 这个言论自由 政策透明化 决策科学化 这些一大堆东西 政治的改革是无可避免的 它中就 它中产阶级出现 然后它的教育水平提高 老百姓对民主 当然有更高的需求 但是在民主之前 它有个民主化的一个阶段 在民主化的阶段 这其实是最动荡的 这个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个阶段 但是它不经过民主化的阶段 它不会走到民主 但是它的民主 我又能够理解 就是它不能够照搬照抄西方的民主 它要走出中国发展的道路 当然共产党 它常常用一个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 它常常讲这一套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台湾 几十年来 我们苦心无意追求的 以三米主义统一中国 我们强调的就是 自由民主均富 那我们希望 我们在大陆的同胞 也能够享受 除了经济的果实之外 也能够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 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代社会公民 应该具有的具备的素养 如果能够做到这个东西 两岸将来 至少会走得更长更远 好的 谢谢蔡教授 那么华府的流平 现在是不是也请您回应一下 同时也请您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好的 蔡教授刚才谈了很多这个 或者是两岸政治的理念 我举一个媒体的一个例子 好不好 来说明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现在的看法 台湾的国庆展演的时候 大陆也做了这个类似于实况转播 他说F16战机现在飞过 我们叫总统府上空 你知道这个大陆的媒体叫什么 我当时就等着听他怎么讲 他飞过马半上空 你就不晓得台湾2300万同胞 心里面冒出来一定是三个叉叉叉 对不对 对 我要讲的就是说 对 很多听众朋友问到 两岸这个统一的基础是什么 其实就是蔡教授刚才讲的 自由 民主 均富 你说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够结尾连理 一定是彼此情投意合 彼此完全认同 而且彼此都能够接受 现在距离这个路子非常非常遥远 也就是说 现在双方要努力的事情还是非常多 但是呢 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一句话 这个事情真是不能操之过急 胡适先生讲过一句话 在国家千万年的生命当中 50年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的 谢谢刘平先生 那么回到台里蔡教授 也请您简短的做我们总结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功用 就是使两岸不要发生冲突 那个偶发的OPS 当然是这些摩擦 能够把它降低到最低 双方不要误解误判 那继续理性务实的推动和平发展 在这个基础上 多沟通 多交流 透过恶鬼对话 透过这些真正了解实况 他有实物经验 有学术理论 这些人来好好的为同胞 为两岸做出一点事情来 我想大概我们目前能够做的 就这个样子了 既然两岸不搭起来 我们就已经算是功德圆满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今天非常深入 而且精彩的对话跟分析 也谢谢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非常热烈的参与 那么更要感谢 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 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的 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今天两位来宾的对话非常精彩 两岸未来也有很多挑战 可以说一句两岸情长路更长了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中国时报 驻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 以及台北的台湾文化大学 中山医疗所的蔡伟蔡教授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然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您的参与了 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 我们的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